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 有的时候弄得不好就要发生冲突 那么这就要讲究一个让 你在发挥的时候我要让 我在发挥的时候你要让我发挥 所以它在设计这些旋律的时候 或者节奏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空间 那么经常玩的这些人 他们互相都比较了解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都是陌生人 都不认识的人 江南四族是搞不好的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这里玩江南四族的人 大部分都会玩好几样乐器 有些人这一圈他都能玩 吹笛子 拉二虎 瞧杨青 谈三弦 谈中文 他都行 所以他知道 谈中文的人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要发挥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就让他出来 尤其是笑 笑这个声音比较轻 如果大家都很想 他就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他有的时候 咱们评价一个乐队好不好 听他那个笑的话 有的时候听到一句两句就够了 绝大多数的乐队 笑的声音是听见的 因为没人让他 或者说 他自己也没有创造性的想法 他没有办法避开人家 你要想办法避开 这个都是在瞬间所产生 大家因为从理论上说 要讲什么叫好 讲好的将来是说 就是说 在座的玩的人都很满意 每一个人都很满意 而听的人也很满意 这就好了 如果你又很满意 听的人不满意 那也不行 音乐不成 节奏不对 那也不行 但是你节奏对了 什么都好了 玩的人他就是个机器 那也不行 我在玩人家作曲家的思想 我在把作曲家的思想 表现给别人听 那我得收钱 我不收钱不行 我得练 这个不要 这个他就自己玩给自己听 真正的高水平的将来是说 从来不在公共场合 用经济效应来衡量的 大家都是几个朋友在一起 就像你们那种沙龙 俱乐部一样 和钱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搞现在没有方向呀 音乐家要告诉我 你这个乐器要怎么弄 现在我跟乐器厂说 咱们至少分两块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你这个乐器 中国的民族乐器 你可以放在乐队里 一种呢就是独咒的 独咒成分丰富 没关系 你有你的个性 想怎么表现 怎么表现 但是大家一起搞的话呢 你频率就不能太佛 把很多的毛刺 或者咱们叫那些高频的斜波 要被它去掉 把它去掉 去掉它就干净了嘛 干净它就可以合了嘛 那只能够满足现在的情况 现在它就这个情况 你怎么办呢 但是我很想做这个事 为了做这个事 我个人损失 经济上那是损失的大了 我做了16年 这些企业老总 我到学院里 回到学院之前 我是高通大学教育集团的执行总裁 我的待遇 我都不要了 我就回到学院里去 再去做这个研究 就是为了这个乐器 但是现在 没有办法聊 我跟音乐家聊 哎呀 现在很多音乐家 也就想钱 其他都不想 怎么聊呀 跟作曲家也聊 我到时候碰到 很多一流的作曲家 一流的音乐家 没有办法聊 完了文化又不行 他们数理化也不学的 什么都不学的 我怎么跟他讲 我算的所有的东西 他都看不懂 你说没进来 我现在没有人讲 所以我照着他讲 他们好在呢 他是搞那个 就是人文 和音乐之间的关系 这个东西好啊 因为我们这个乐器 它确实有人文的因素 在里面 不同的地理 那么这个东西 从音乐来讲 你该怎么表现 你只要有了方向 我这个乐器设计 技术上我就有方向 否则我弄出来东西 人家不喜欢 那么白搞 就这个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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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怎么办